现在我要准备酸菜馅的饺子馅 这个饺子馅呢 这些呢都是我 这是我今天早上新打的 这个黑虾的虾泥 只要用慢速打就可以了 里面没有放任何的调料 然后这是我腌好的酸菜 就简单的切了一切 现在呢再往里面放一点葱花 好 放进去一些葱花 这个饺子呢比较素 这个馅呢我就可以多放一点葱花 如果你喜欢放姜的话 可以少少放一点姜汁 这个呢是我炸的这个花椒油 也算是料油吧 好 放三勺酸菜馅的饺子呢 它这个馅呢是比较吃油的 所以油可以多放一些 因为这个勺子呢也是很平的 就是比平时炒菜的油稍微多放一勺 好 这样即可 这个饺子馅呢就只有这些调料就可以做得很香 好 现在我们开始和面 现在我们这个面呢已经醒了有40分钟吧 看一下这个面的状态呢就是冷水和面 没有任何的技巧 就冷水把面和成团即可 软硬呢饺子的面呢要稍稍硬一点 就要用一下看一下就摁一下大概是这种程度 就像人的肉差不多吧 就这种 醒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揉几下以后呢它这个表面是很光滑的 没有那种就是像哥哥那种感觉就可以 这个饺子的面呢稍稍硬一点的时候呢 这个饺子呢包出来的时候呢 这个饺子皮就是很光滑很漂亮的 如果你的面和的软了 这个饺子皮上面呢就会有坑坑洼洼的样子 包饺子的面呢是一定要用高筋粉的 就这样先稍稍松弛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把馅拌匀 稍稍放一点点的酱油 酸菜馅有酱油才好吃 可以少放一点香油 好 这样呢就已经完全办好了 好 现在我们开始准备饺子皮 所以面呢要从中间弯开 然后一点点的这样 好 现在再开始在案板上撒些粉 酸菜馅饺子 是我们东北过年 是我们东北人最爱的饺子馅 开始我们揪这个剂子 如果你想包大的饺子 那么皮就大 所以说呢那么这个剂子呢 就是要粗一点 它的这个长短的大小呢 就是跟你的剂子的粗细是一样的 就等于它的长短 等于你剂子的直径 都好以后看好了 这个剂子要是这样立着的这个面 才能把它摁下去 这样擀出来的饺子皮它才是圆的 这个擀饺子皮呢 这是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 这样拿着这个 然后呢这个第一要下到这个中间以上的部位 第二个也要下到中间以上的部分 当这个饺子的这一圈 全部都擀到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呢 就留住中间这个部分 是厚的做底 所以边上是要薄的 这个力气呢就是从 最重的力气稍稍变轻 这个馅呢 再放进去的时候呢 要用这个扁尺把它往下压一压 然后用先将中间的部分和上 然后用虎口捏住 好 这个饺子出来呢 是有一点这样S型的就可以了 等到全部包完了 我们再开始煮就可以了 现在这个面呢已经醒得非常的到位 饺子馅呢是这样的 我已经包了很长时间了 你看这个饺子馅呢 现在就是到最后 这里面也没有水 这个所有的蔬菜呢 那么它在变熟的过程当中呢 它都会产生水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在包饺子和有虾仁或者是肉类 在里面的时候呢 在里面的时候呢 这个蔬菜呢 你就要把它们要么焯熟 要么用盐 沙一下水 在拌馅的过程当中呢 就不需要再往里面加水 它在熟的时候呢 也会出水 这样的饺子馅呢 还很容易包 这样的饺子馅里面呢 因为酸菜嘛 它的口味就是比较清淡的那种 可以往里面少少放一点蒜苗啊 就是韭菜的那个白色的部分呢 都会提升鲜味 好现在我们就包好了 然后再准备煮饺子 水开了 把饺子端过来 现在把饺子下边去 好的分两锅煮吧 这煮饺子呢 要这样 往一个方向 这样这个铲子呢 要放到底部 这样呢 就不会伤到这饺子 让它们在锅里面这样转 会受热均匀 看这个 再次水开的时候呢 往里倒入一点凉水 再继续这样转动两圈 好 再加一次水 一共加三次水 就等于说让这个饺子呢 开三次 饺子已经很开了 好这样就可以了 还火 哇 这饺子太漂亮了 我要开一个饺子店的话 你说会不会每天都是爆满的呢 哇 哇 这颜值太高了 现在开始 拌点饺子的蘸料 这是一点辣椒油自己炸的 然后这是我去年做的喇叭醋 一点点的香油 即可 再放一点普通的醋 一点点的酱油 OK OK 哇 嗯 很好吃 好了 好